同志们真的有人看安哥视频成功致富的吗 我告诉你啊 有 而且还不少 比如两个月前 我说呀 北斗卫星它有这个能力 也有这个价值预期 屏幕前的各位不妨多多关注啊 结果短短的两个月过去 北斗卫星板块 那叫一个牛了happy了 行业龙头股 直接从这儿涨到了这儿 30多变80多 翻了接近三倍啊 哪怕是后来半路跟上车的粉丝 也已经大口吃肉 大杯喝口乐去了 甚至还有人跑来问 恩哥收益太多 心里发疯咋办呢 嗨 同志们 你说这人讨不讨厌 从早期开始就跟着我 一路走来的老粉丝都知道 恩哥今年的生率有多高 哎 谦虚一点说吧 勉强九胜一平 不管是今年年初说的海外互联网 还是后来的特斯拉概念股 苹果产业链 甚至包括我对于大盘走失的宏观预测 你说哪一次预言是没有成功兑现的 即便是大家对我充满了误解的房地产和银行 最近物业开始风格切换 质疑的声音渐渐消失了嘛 但是恩哥还是想说一句 哪怕我的正确率已经高成了这样 已经比市面上好多专业的分析师还要更靠谱 但我也肯定会犯错误的 也肯定早晚会有犯错误的一天 恩哥的视频再好看 你们也一定要有自己的逻辑 自己的认知 不然就算运气好 赢利了 你连跟他啥时候卖都不知道 正所谓 北斗概念在立功 致富路上脚步聪 是非成败 生外物 江湖民生 放飞中 好了 我是恩哥 赶紧上车 我给你帮我